《氣魂》 《氣魂》是一個有紅衣小女孩的靈異驚悚 也有目擊者的犯罪懸疑的一個科幻電影 然後這個科幻其實是一個建立在十年後的台北 然後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因為你會再進來看之後除了它有類型元素之外 其實更重要我們還是講一個人性的故事 然後它是一個有關於愛的故事 有關於付出和伴侶之間的故事 這次我覺得狀態算 自己覺得蠻理想的 突破以往 突破 小小突破吧 我覺得主要是 我覺得比較多收穫的是 跟陳偉豪一起工作 然後跟整個劇組 我覺得像剛剛講的 國片現在的狀態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像過年這個檔期 寒假都過年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不一樣類型的國片都會上映 我覺得現在的觀眾其實蠻幸福的 然後現在這一代做電影其實也是蠻幸福的 大家有更多的選擇 然後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一次我們拍《氣魂》 我覺得整個過程對我來講是非常滿意的 然後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我跟監製唐大哥已經工作第三次了 我們第一部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等於唐大哥見證了國片的歷史 然後我就很榮幸參與了這部電影 然後在他們兩位的帶領之下 我覺得整個劇組的氣氛 都非常的陳偉豪風格 然後這個電影我覺得就是非常期待 我相信喜歡陳偉豪導演的觀眾朋友們應該不會失望 我在我身邊兩位帥哥其實都是這部片裡面最辛苦的 尤其是身體的部分 對 然後像大家都知道張正瘦了至少超過十公斤 然後《灰敏》其實在裡面身體上瘦的 實際上真正瘦到的苦並沒有 也沒有比較少 對 因為他不但就是在裡面會有一些被賞耳光的戲 然後在裡面甚至會有一些 就是需要跳一些就是 儀式啊 做法 非人類的舞蹈 對 非人類的那種舞蹈 然後甚至連拍動作戲 棄補他的一個動作戲的時候 都還會被踢傷 對 所以他其實整個過程裡面一直在受傷 然後 但他還是全力以赴 對 其實這兩位都非常非常辛苦 就是禮清情義重端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好 我們先隔空幫你送上來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 好 有四個 看起來很像春聯的東西 那我們分別一個一個打開好不好 好 我們先從《灰敏》開始 來 給他打開你的是 氣而不捨 然後導演的你是 是 浑身是膽 那正哥的你是 大吉大利 好 我們先制的是 賣座冠軍 所以橫批看起來就是 氣魂大賣 哇 厲害 今天這是你想的嗎 對 耶 當然囉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